85岁的巴兰阿公是个快乐的印度老人 可他这一生却充满了艰辛 妹妹今年60岁 二十几岁时妈妈把妹妹托付给了她 四十多年来 为了更好的照顾这个患有精神疾病的妹妹 巴兰一直没有组建家庭 妈妈除了留给她这个妹妹 还留给她欠下的五千多块钱的房租债务 妈妈每次她就是很忧伤 就觉得我这么老了 我又不能做工 可是我又欠在这么多 五年前慈禁人开始关怀巴兰 我们要让他老人家 要给他安心 慈禁以分期付款的方式 帮助巴兰偿还房租 已经偿还了大部分 给他补助 那扣下来的也不是很多了 那我们问他需不需要给你再多一点 他讲不需要 我够吃就好 把这些帮助别人 巴兰和妹妹每个月只有五百块的政府补助 他们没有能力煮饭 每天早上吃面包 中午晚上和妹妹都在外面吃 每餐两人只花五块钱 那他那个头煮完 他怎样他都要头 不少的 到每一个月 有四两三个月 他就差不多要满了 就叫我们拿去 那我们每次问他你够吃吗 够够够够 他就很愿意出来付出 去做环保 由一生都带动他 所以我们在每个月的环保 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 带他妹妹一起出来做 他收集很多 他也会去收集 去收集 每月都能看到房子 都不得了 所以它是空的 有时候你没有办法 去走 如果我已经八十多岁 我往生 我妹妹的后事 一定要你们持继的来办 那他当长我们跟他讲 好好好你放心 他都不要 你拿黑白字来 他要写 二季新 就天下不在 我为了 我们来帮助我们